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我是周文投资长分析师Brandt,三大指数今天下跌,其实昨天晚上七指一开盘的时候指数表现的都不好,一直维持的都是比较弱势的状态,即便在昨天晚上香港表现那么好的情况下,美股的七指表现还都是一般般, 一直就是没有出现正顶的上涨,但是今天开盘以后呢,大盘还有点挣扎,似乎想要往上去跃跃欲势的往上挣扎一下,也确实是涨过了,但是涨过之后我们看到在开始出现回调以后这个高点开始出现了这种成级别式的一个下跌,就不太好,好不容易标普吧还行,标普有过一次向上的突破,日内拉高之后呢有过向上的突破,结果突破之后假突破,一路回踩,都是非常弱势的, 然后一直到尾盘的一个下跌,那我觉得三大指数现在略有分化,比如说标普500,标普500的走势呢,它前两天已经突破了,突破了4386的这个压力点, 可能我们的这个眼光和格局可能要放宽一点了,搞不好呢,是一个这个样子的横盘整理,级别可能稍微的有点宽,大家还是要去下方的,第一个下方的支撑吧, 4302是一个支撑点,然后再往下就是前期的地点,道琼斯,它能也是能强点,它给我们呈现出来了非常好的压力点,道琼的压力才是三个指数一个比一个强啊, 道琼斯的压力呢就是34927,如果道琼斯能突破34927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强势的,还是可以往上看涨的, 这个是局部道琼斯的K线图,是一个拖拖的小小局部上面的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然后呢再配上大范围上面的一个大的横盘整理,所以和标普差不多,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大的横盘整理, 大家可能也在做好这种,这个造型的心理准备,然后NQ这边呢就是最弱的了, 这已经根本就没长起来,从自始至终就没起来过,一直是被均线给压制着, 我们用这个图形画可能会更好看一点,自始至终就没起来,一直是这个一个造型, 然后现在局部呢是这样子的一个下跌的趋势线,不好看,确实是不太好看, 所以整个的这个行情吧,我们还是倾向于维持之前的空空的观点不变, 那UVXY这边呢我是倾向,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UVXY的仓位了, 我现在的所有的仓位呢都在QQQ的PUT,还有SQQ上面, 我还是继续持有SQQ,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表现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种大的上升的趋势线,这是在30分钟级别上面, 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节奏吧,继续上看,可能9块4啊, 像我们走着看,总之呢我觉得做多还是不行, 市场当中有那么一些热点,比方说SOFI,这个今天全网都在都在抢这个股票啊, 大家对它抱有了很强烈的关注度,然后它是小局部有一个小小的航盘突破, 然后现在呢可能要变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我是觉得SOFI会涨了,还是会继续涨,那我们今天也开了期权, 也开了一个下月到期的期权,开的还挺多的, 所以后续应该涨,它呢这个股票和UPST本身就有一点点相似, UPST其实我当时在找出来UPST这个股票以后的话, SOFI也同时乱的跳出来,有点相似,但又不完全相似, UPST只想做一个中间商,轻资产,SOFI呢它想做银行, 它最终的目的也是希望变成银行那个样子, 所以它这个会将来会比较重,重型的资产,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这种business model, 但是它有UPST的那种概念, UPST既然涨了这么多SOFI的话,完全也有可能会复制那种走势, 只是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关键它今天有量, 它已经向下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还有这么大的成交量, 这个东西好像是似乎这么长时间的成交量在这一块聚集, 而且这里又不是下跌的趋势,你说下跌趋势积攒的也可以, 它是在一个横向的位置上去积攒了这么多的成交量, 我怀疑它将来会成为大牛股, 然后这个地方会是成为一个大的base, 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机构们在这个地方是吸筹的, 刚上市不久嘛,大家都在这里吸筹建仓, 所以它的这个筹码它这么大, 这只是我现在的一种轻微的预测, 我也不会去参与它的长线, 我现在确实是买了它的短线做多, 但是我不会参与它的长线的这个交易, 我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 而且我有的时候我做期权和我做正股是不一样的, 做期权呢,因为期权的一笔单子下去, 可能2000块钱3000块钱, 单子很小, 其实说实话这两三千块钱在我们大账户里面, 在我们真正去做股票交易的时候它不算什么, 有的时候呢选这个3000块钱就可能是为了喜欢期权的天生的自带止损, 如果说亏了那就亏了, 做偷偷闹死吧, 这个节目上呢, 免费节目上我一时半会儿呢,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清楚所有的交易理念, 然后因为呢我所有的交易都是建立在试盘的基础之上, 我所有的下单都会基于试盘里面, 我现在有了什么仓位, 我还需要什么仓位, 这个仓位应该买多少钱, 我才去做的, 所以真的不是说我今天买了这个股票, 买了那个股票, 大家就可以去跟单的, 你一定要看到仓位配置, 否则你的跟单就是, 就像这个大家练功一样, 只有上半卷没有下半卷, 或者缺了点内功心法, 就是只有招式没有心法应该是这种感觉, 所以招式和心法都要有, 否则的话就容易擦枪走火, 出现走火入魔的状态, 所以我们呢就是所有的喊单建立在试盘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话才会有理有据嘛, 所以我今天是少买了点SOFI的期权, 正股没有喊单, 那意思就是说, 我有total loss的心理准备, 用这个小钱去博一个大的上行, 就是这么个想法, SOFI是比较popular的, 然后还有之前我们那个咖啡股, 有两个我们之前的股票挺好的, 一个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咖啡股, 今天涨了百分之, 接近15%, 还挺不错的, 不知道的, 大家扫二维码, 找客服, 还有呢, 我上个周做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两个数字货币, 其中有一个也已经起来了, 涨得也不错, 我觉得它是下一个狗币, 狗币什么样你们还记得吧, 发了多少倍, 我觉得这个币呢也会这个样子, 你要不知道呢, 可以一个是回看上期的节目, 或者呢, 扫二维码, 问客服就好了, 好, 另外呢, 我这边我觉得美元要突破, 美元看起来应该是要继续去往上涨的, 那所以黄金就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觉得黄金还是有弱势的, 所以我今天开了做空黄金的仓位, 三倍看跌黄金的ETF, JDST, 好久没有买这个股票了, 今天买了买的这个股票, 两倍, 两倍, 好久没买, 反正还行, 尾盘的时候这块涨得还行, 先看一个目标, 看个这个13块200, 然后上去以后再说, 整个的这个趋势这个状态, JDST还是还是挺漂亮的, 好久没做了, 但我上一次做NUGT我就亏了, 我不知道这一次做这个JDST是否还会有亏损, 这个图还不大好画, 一个双底吧, 这个地方, 一个双底, 所以盈亏比很好, 就是以12块钱作为一个基准, 还是有机会往上去抬头, 13块5啊, 14块钱啊, 慢慢来吧, 慢慢往上走, 我现在没有UVXY了, 我的所有的经历都在SQQ和QQ的铺子上, 因为呢UVXY市场确实是没有什么恐慌了, 说实话确实是没有, 所以呢你过分的在他身上纠结, 我总是怕走火入魔, 所以在观望吧, 碰见好的机会依然是不会含糊的, 那今天就是我想去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千言万语, 大盘依然在下降过程当中, 你能看到, 就是成交量在萎缩, 那么这个市场成交量在萎缩的时候呢, 买盘明显不足, 没有足够的买盘把这个价格推升, 所以成交量不够, 如果这个时候空头加点压力, 顺一波下跌就下来了, 直接就把前期的低点就给破了, 就奔200天均线就来了, 我依然还是有这个观点的, 碰200天均线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个中间呢, 可能会随着一会儿多头强势一点, 一会儿空头强势一点, 我可能会辗转有一些的困惑, 但是最终我们的疑虑都会随着 15000点的这个位置作为一个消除, 也就意味着千言万语, 只要纳指不去突破15000, 维持空头的观点不变, 继续持仓SQQ, 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说往下再压一个台阶, 就不是15000了, 我就要考虑先止盈了, 我可能这个止盈会先压到140007这个位置, 我就会把仓位先了结, 然后是具体的在看情况在定, 我也可能会减仓或者是只留下期权去博大, 或者是留下纯利润在里面, 这就走着看了, 每天做节目的时候呢, 会来跟大家追踪更多的细节上面的跟进, 原油很厉害, 原油非常的猛, 但是我觉得不该追涨, 我觉得不应该去追高原油, 原油也快到压力点了, 看一下啊, 这一下, 两下, 三下, 原油快到压力了, 别说我没提醒大家, 你这个地方你再进去追涨原油, 你别说给你套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往事历历在目, 还记得苹果吗, 这个是千叮咛万嘱咐, 还有人被套, 一下, 两下, 三下, 你可能你现在的原油的位置, 可能也差不多就在这吧, 空间是有, 上场空间可能还能涨点, 你能做得到见好就收吗, 做不到后果就比较惨, 还有谁呢, 还有PFE, 还有辉瑞也是, 辉瑞也是典型的这种走法, 一个大的趋势线, 一下, 两下, 三下, 打到这个压力点了, 然后你也看见后果了, 现在呢, 原油走成这个样子, 你就很明显已经错过了, 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参与这个最后的晚餐, 宁可错过, 也不追涨, 这应该是现在对于原油的态度, 然后我就好, 你说有没有到了这里, 咔一顿爆垃圾去涨, 涨出屏幕的, 有, 但是我不, 我不觉得我们能抓住, 所以呢, 这个地方宁可欣其有, 宁可错过, 也尽量不要参与了, 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明天见, 拜拜。